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最亲爱的朋友 唱完一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每天晚上在这里 哪里也不想去 可是我好爱你 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 可惜我丢了你 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 回家 回家 我需要你 回家 回家 马上来我的身边 回家 回家 别再哭 就让她走 再多痛苦的等候 相信我也能成熟 闭上眼 不再留恋 你却一遍又一遍 出现在想你的夜 别说 不会要结果 永远永远 别说分手 而你 要怎么能够 就这样放手 一去不再回家 一去不再回头 我会不会 回家 回家 我需要你 回家 回家 马上来我的身边 Be here 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 回家 马上来我的身边 这首歌回家 我相信刚才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一边就跟着唱了 是的 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最熟悉的版本是1997年顺子的那个经典的版本 但刚才这个声音我想应该大家都听得出来是家家的歌声 欢迎收听FM96.3阿利昂原住民族广播电台耳朵借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在录音室现场有两位老朋友 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展览跟一张专辑 我们首先要欢迎 好 我们先欢迎五月天马莎 欢迎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五月天马莎 然后我们要欢迎这个策展人方旭中 欢迎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方旭中 是 其实我跟他们认识都蛮久了 但是第一次三个人这样坐下来聊天 是因为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一个很厉害的展 以及跟这个展同时进行并且创造出来的一张合集 刚才听的这首歌回家就是这张合集 茶无辞人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也是这次小花计划进行到2019年的一张合集 而马莎就是这张合集的统筹制作人 也是刚才佳佳这首歌的制作人 是 我们在佳佳的版本听到了好多环境音 其实因为佳佳本身不是创作人 那这张小花合集里面 其实我们找的大部分都是创作人 那可是我们觉得佳佳这个名字 因为小花计划跟佳的有关系 然后就觉得我们找佳佳的声音 然后还有他的名字好像很适合 所以那时候方旭忠就跟相信乐的老板勇志 然后我们就在聊天 然后觉得佳佳很适合唱回家这首歌 然后那时候我们又去开那一次的会 那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兔儿还是什么 对那时候你不在 那时候是我对 所以我被告知了佳佳要唱回家这首歌 然后我也觉得很适合 我也很想听我也很喜欢顺字的版本这样子 那个是我们生命当中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 应该都是很重要的一首歌这样子 是的 然后我觉得要翻唱这首歌压力还蛮大的 因为你没有创作出另外一种不一样味道的话 我觉得对翻唱这件事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那所以后来我觉得既然它是为了一个赞的话 我希望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收集一些声音 让那个声音在这首歌里面出现 它可能快要消失了 然后让这些东西跟这个主题可以有一些关系 那我就忽然想到了 那如果说回家这首歌就是一个回家的路程 那我就想到佳佳每次说她要回台东去的时候 以前要坐火车坐很久这样子 然后我就把它想成是一个你从台北出发 然后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回家的路 很多台湾人应该都觉得我从台北出发 其实就是回到我的家乡 然后那是一个过程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好那我想要把这个过程当作是一出戏 然后放到这首歌里面 好像是利用声音做蒙太奇 然后让大家有那样的画面出现 而且那个声音是需要让大家一听就知道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跟什么样的情绪 所以后来我们那时候去买了一个就是 Bineural的麦克风 就是长得像一个头的形状 然后它就是模拟人的耳道 然后把麦克风放在耳朵里面 所以露出来就是一个临床感很强的 立体造像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就把那些声音 然后我本来很想去一趟 对可是我请公司的同事去 他们就陪佳佳回家 然后就从台北的火车上去之后 就沿途从月台开始 然后车厢里面的声音 然后出了车站之后 然后回家的路上摩托车的声音 然后你可能会穿过平交道的声音 对对对 然后最后在家家的老家的院子里面 就跟他的那个阿姨啊之旅啊什么 然后聊天的声音 是是是 然后最后再到台东的海边去 嗯 陆下大海的声音 然后这些东西回台北之后再慢慢的剪接 然后我在想象那样子的画面跟着编曲 然后再把它放到音乐里头去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 那些声音单独拆开来看是 是是是你现在在都市里面 可能很少会有机会会再去听到的 嗯 可是当他放在一首歌里面的时候 我相信对很 就这些声音组合起来 加上这首歌 对很多人来讲 就会有不一样的画面跟故事 是是 二十多年前我们在听顺子昌回家的时候 那个印象是一种很都会很洋气的感觉 是 好像是要坐上岳阳的飞机 对 就十几个小时的回家 对 但是佳佳唱的是要搭上台铁 是 运气好的话有普悠马号可以坐 对 运气不好的话就要慢慢坐 对 强调 对 然后一路沿着花东纵谷 或者沿着海线 嗯 回到台东的家 嗯 这个 这些声音放进去之后 画面感变得特别强 然后对 佳佳也非常能唱这种R&B路线的 对 但是给了我们跟顺子确实完全不一样的版本 就像刚才马莎说的 翻唱要是不能够自己创造另外一种样子 不如不要唱 其实我还 我可以很坦白的讲 就是 佳佳 大家现在听到了佳佳的这个版本 就是最后final的成品 其实不是他唱的最好的 嗯 反而是他唱的比较糟的 哦 因为他这个 可是我很喜欢这个take 因为他这个take 其实是有点边哽咽边来唱 嗯 对 可是我觉得那个情感是很直接的 哦 嗯 我没听过你说的唱的比较好 我们觉得这已经超好了 哈哈 这个还叫比较糟 你让人家怎么活呀 哈哈 哈哈 好啦 制作人 是 有制作人的观点 谢谢 OK OK 好 好 今天的来宾是马莎跟方旭仲啊 我们要聊这张合集 叫做插舞此人 嗯 嗯 会有这张合集是因为有一个展 这个展也并不是第一届 已经进行到第几次了 这是 嗯 小花计划其实已经进行第五年 第五年了 是 对 然后他在第一年开始 其实就是利用自己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号召身边的人一起来发声 嗯 我们也希望这是一种温柔的提醒 因为其实有些事情 你现在不去记录的话 嗯 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存在 嗯 所以从这五年来 我们有去用影像 嗯 用动态 嗯 用文字 然后甚至是展览 来 记录每一个快要消失的事情 那 在今年其实 也是很特别啦 就是刚好遇到 呃 陈永之他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跟马莎其实都一直在聊 嗯 其实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 很多呃 熟悉的模式 嗯 会让我们慢慢忘记听音乐的感受 嗯 比如说 我可能会在跑步的时候听音乐 嗯 我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听音乐 睡前听音乐 喝酒听音乐 但是 很多时候你只把听音乐的形容变成是感觉 哦感觉不错 感觉很舒服 就是你 你把它简化成只剩下感觉 嗯 其实他还有更多丰富的呃层次你都没有办法去形容 嗯 因为我们都没有把时间留给他 嗯 我曾经在几年前吧 在陈平音乐馆 嗯 然后我在想要买CD 然后那时候啊 店员就拿了很多CD给我 我就站在视听前面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听着耳机 看着音乐的那个词的介绍 嗯 我才发现我的耳朵变得好锐利 哦 对因为我没有在做其他事情 我就是专心的听音乐 嗯 然后看着文字的介绍 嗯 我才发现其实我跟音乐的关系被改变了 因为其实我以前也在玫瑰唱片 哦 对我以前 在玫瑰唱片打过工 对 夕阳古典 嗯 对 罗斯福音上面的语 对对对对 我们都去过 对 我们搞不好都跟他 搞不好 有可能 我那时候是嘻哈少年 哦真的哦 挂酷雷鬼头 对啊 所以 所以那时候是这么的喜欢音乐 那真的是用生命 是是是 对 但后来自己也被很多生活模式改变 嗯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一次利用 重新听音乐的角度 嗯 让我们重新 听到每一个字 每一个音 每一个情绪 嗯 我觉得也让这个故事能够分享出去 嗯 嗯 我们应该要来讲一讲这个小话计划的源起 对 序中也在不同的场合接受过N次的采访 对 讲过无数次那个故事 但所有的事情的起点是因为 看到你的老家 你的老家是在屏东的东港 在屏东东港的共和新村 共和新村 对 其实在每一年回去都发现 他越来越呃产生一点点消失的变化 东西慢慢的会不见 对 其实第一年可能回去看到有一面墙 嗯哼 他可能掉几头磚块 好 第二年又再掉一些 第三年可能那个墙就消失了 OK 他有些事情你必须要跟他产生互动 你要去跟他玩 跟他相处 那你要照顾他 但是有台湾线有很多的地方 不只是眷村 有些三合院四合院 或者是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其实都一样 甚至是亲人朋友梦想 就是你不跟他产生关系 他其实就会消失 所以我借由家里眷村的这个故事 然后把他转化成 每一个人都不想消失的那件事情 所以那个故乡那个眷村的拆迁 他并不是一戏之间 整个推土机来就把他推平了 他其实现在还在 像我的外公外婆 还有我的舅舅还住在里面 那现在是有保存下来 但是其实他还去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一些决定 都还不是最完善的 比如说关于文化面 居住环境面 甚至是意向保存这一块 对我觉得虽然被留下来了 但是他其实需要的是 妥善的照顾 那我觉得我们不能去改变 什么事情 但是也许我们现在做的 这些温柔的提醒 可以让更多人能够再去 关注这个议题 甚至还有更多可爱的人事物 需要被你关心 因为这样的机缘 展开了小花计划的开端 就是希望能够把 边临消失的 一些关于家的记忆 用不同的方式保存下来 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 到2019年的第五届的 这次的这个展 包括这张合集 还有邀集了11组音乐人 跟艺术家的合作 这应该是小花计划 有史以来最高纲的一次吧 对高纲 然后又很爆炸 我把我这辈子的关系都用完了 许愿的也许完了 而且在从2015年到现在 方旭中的工作也越来越忙 你最早的是 我认识方旭中 其实也蛮早的 很早 对那个时候 方旭中主要是在做 平面装针设计 对 也是跟音乐有关 是 但这几年曾几何时 哇你的领域已经扩张到 我不知道哪里去了 超夸张 超夸张的 金马奖也包啦 金钟奖也包啦 真的 对啊 还在努力啊 但我觉得我也是在 每一个作品上面 都还是在试图的透露 一些温柔的体现 那是 对 每一个作品上面 那是没错 对我们还是要跟旭中说 真的谢谢啦 因为你有很多 我们已经忍耐了很多年的东西 终于可以有点不一样的样子 对就真的是 真的是太重要 太重要了 谢谢 功德无量 那这次的这个 小花计划的 十一组的音乐人 放在最开头 这张合集的开头 是Hush的歌 其实最开头 最最前面有一个 更前面算是序曲吧 叫做空号 这个空号是 电话拨接的声音 电话拨 拨电话的声音 拨电话就拨不通 对 转盘式电话的声音 不是有个彩蛋 这可以讲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这个号码吗 对啊 有彩蛋 对啊 有彩蛋 所以刚刚那个号码是 5201314啊 我超怂的 没有因为那时候 我在想前面应该 我想有一个 就是我们那时候 讨论了一下 聊了一下天 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 在这个 因为我想说它是一个 它其实比较接近一个 有概念放在里头的唱片 然后又跟展合在一块 那我觉得 不要让 这张唱片 好像真的就是一个 合集的概念 就只是把那些歌 收集起来了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 顺序或者的引导 让大家有一些 声音上面的共鸣 更有画面感 对 有种清洁的感 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本来想说要找一个邮差 然后去播按铃 按很久的铃 这样子 然后最后找不到人 因为查无此人的概念是这样 可是问题是 这样的画面 用声音很难表达 而且不好听 对很难听 对啊 放弃中挂 对很怪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好那我就用转盘式电话 因为现在其实不太有 年轻人知道什么叫转盘式电话 可能连家用电话大家都不太用 对年轻人会问长辈 为什么拨电话叫拨 对对 然后我又想到说 好那既然要拨电话 要拨一个号码 然后想说 我们以前的号码 其实是七码而已 就是我们长大那年代 没有不到现在的八码 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想那七码那要什么呢 然后我本来想说 以前有很多很有名的电话 就是有人的歌名也是电话 有有有有有 对 可是我想说 那既然他拨出来 其实空号的话 那我想说 就拨一个 以前我们大家 年轻人会知道的案嘛 就是我们小时候 所以我就想到 5201314这样子 对 这是零 一 三 一 四 好 对目前为止 你还没有分享过的 对 我们上次有 我们还没有跟很多人讲 对 对 然后就接到专辑正式开门的第一首歌 是 这是Hush的大树小花 是 Hush跟旭装都是屏东人 对他也是屏东人 没错 所以 算老乡 算是老乡 老乡 你们 但是你们互相认识是后来的事情 哦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很长的故事 哦 哦 哦 该不会 没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 哈哈 我们先听歌好了 好 我们先听听Hush的这首歌 大树小花 回头来再跟瑪莎跟芳希中继续聊 用一辈子生长 它柔柔的白糖 像摊开的宛热手掌 再轻轻地放下 如梦想的孩子啊 Zither Harp 比真语更短暂 这是来年时光 他愚愚的游荡 向前写的对你画像 在深深的盼望 他最静静的绽放 他愚愚的游荡 在深深的盼望 大树 大树 你可知他去了哪 你再一遇游荡 小花 抱着了风霜 你再轻轻地放下 大树 你可曾也流过浪 他愚愚的白糖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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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带我回家 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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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一首短短的歌 但是歌虽然短 格局一点也不小 这是一个画面很大的歌 刚续中好像有故事要说 你跟Hush 是有一段机缘的 其实在做设计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一些瓶颈 那在几年前 我第一次入围进去讲 不是唱歌的部分 是包装的部分 装正设计 那一次入围之后 我就发现 其实原来可以利用音乐 来表现自己的画面 然后被大家看到 但是同时又陷入了一种低潮 就是我只能这样做了吗 我还能遇到 你说你入围进去这样 对对对 那时候但没有中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真的就是 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因为真的是你意想不到的 就后来我在一次失眠的凌晨 我上网 我记得有人跟我说Hush的音乐 那时候还是乐团 是是 所以我上网查了他 他那时候在Street Voice的所有歌 我从每一首就开始听 然后那时候我听的时候 我就想像 我好像走进了那个 王牌冤家的忘情真说里 我的旁边坐了一个人 然后他脸是模糊的 但是他在跟我讲话 对所以我就一直想到 那个模糊的脸 我就把整个的画面 满满的哦 隔天早上起来 我马上去联系 跟Hush有关的人 因为我想帮他做专辑 主动跟他提出这样的 对 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音乐感动 然后 然后把满满的想法 跑去找他 自我推 对因为通常是客户来找你 不是你去主动找别人 对所以我能够 那时候 当我找到他 我找到阿凯 然后我们在开会的那个会议桌上 是 一坐下来我就把我的画面 一直讲 讲 我一直不停的讲 因为我觉得好满哦 然后我讲完之后 阿凯就说 我们就照这个方式做 因为这个案子 那个案子本来是时间很少 预算很少 但是当我分享完之后 我想做的东西 预算调整 时间也调整 可是那时候我也才相信说 如果我能够 有感觉 我是可以感动别人的 然后别人也可以愿意 来做一个调整 我觉得那个作品 就会很饱满的被呈现出来 所以我跟Hush的第一次认识 就是我被他的音乐感动 嗯 所以你跟他合作的那个案子 就是他的专辑 对 嗯 这个应该也是你设计生涯 让你脱离那个瓶颈 很重要的一个 最大的改变就是 就是这个机缘 嗯嗯嗯嗯 所以这次要Hush来参与 小花计划的这次展览 对 那又是另外一个 有趣的跨界的合作了 对 嗯 他在这一个作品里面 其实我觉得 蛮 哀伤的 嗯嗯嗯嗯 就是我觉得 冷冷的 嗯 然后 你会感觉到有点 无力 嗯 那当然是从歌曲上面 但是在这一次的 啊 当代艺术馆里面的作品 会让这种感觉更加的 浓烈 嗯嗯 就是我们无法去 改变时间 我也不能暂停时间 嗯 但是我 总会被 这样的束缚里面 去学习到说 我还能做些什么 嗯 对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一次的传记里面 他的 歌曲给我的感受 嗯 是一种悲伤的提醒 嗯 在这次展览 Hush跟艺术家 一起做了一个装置 对 那个装置是 一个冰箱上面 对 长出了一棵树 它其实是一个被 时间混住的生命 嗯 这个生命就像 嗯 他在他的老家 跟着他一起 长大的芒果树 嗯 当他 跟着他一起 慢慢的茁壮变高 但有一天 他突然消失 嗯 他理由可能只是因为 啊 社区的改建 道路 拓宽 嗯 很写实的一些改变 嗯 他的某段记忆 好像就被拔掉了 哦 对 所以这是一个 成长记忆的 的消失啊 嗯 对 所以也才用有效期限 跟时间 来表现这一次的作品 是 Hush在歌里面 就写到了小话 他把小话 两个字写进去了 对 小话小话 请带我回家 大树大树 请你等我回家 歌词写得很简单 但是 里面的感情是很深的 嗯 马上作为这张专辑的统筹制作 你怎么去处理 这些作品 你怎么让这个合集的形状 长出自己的样子 因为我知道在 当代艺术馆的展览现场 听到的音乐 跟收在这张合集里 听到的东西 是不尽相同的 嗯 除了几个人之外 嗯 其实大部分是一样的 这样子 然后 当初我们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就是在讨论我们想要找哪几组音乐人 然后他们可以跟哪些 艺术家合作 嗯 这样子 然后 其实我们给予大家都还蛮大的自由度 嗯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没有尝试过的 就是呃 然后 哈许的这个作品 嗯 好话说回来 所以我们其实都 我说真的 就是虽然我实名为音乐总监 但是我其实在所有人的创作交过来之前 我什么都没有干涉到 因为哈许一开始跟李济讨论的时候 嗯 坦白说他那时候自己的人的状态不是太好 对 他那时候刚好在某一种低潮 所以他那时候做了一个很迷离的电影过来 嗯 我觉得不差 但是 嗯 不到我们期待的水准 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 终于花了一天的时间 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我还记得 我在家里刚把小朋友哄睡这样子 嗯 然后跟他通了电话 我说 我想了很久我还是跟他讲 我说 嗯 如果就你个人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OK 可是你要放在这一张作品 跟大家放在一块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不是你这样子 哦 我觉得你 这个作品不够格 你要不要再重新思考一下 嗯 所以他后来又回去 就是 就是大叔小花的这个backing 本来是他为了另外一个歌手写的 然后所录音的编曲 然后干脆对方没有使用这个编曲 哦 对 所以他利用这个backing 然后稍微edit一下 另外写了一个melody跟词进去 哦 所以等于交了一个新的东西来 对 然后他也跟李济重新讨论 然后把这个backing再寄给他听 然后把词重新也再寄给他听 然后重新两边都在讨论过 这样子 对 因为牵涉到现场的展览 必须是 对 必须是一个跨界的创作 对 聆听的部分跟装置视觉的部分 是必须合在一块的 对 必须融合在一起 所以牵涉到的美美嘎嘎还蛮复杂的 对 你知道 你知道 刚刚他刚讲完电话的那一个部分 其实Hash就打给我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在进场 我在当代艺术馆的二楼 我们在想说 入口处 怎么样 然后Hash就打给我 他就说 就是他想要调整一下歌 我当下真的是腿软坐在地上 然后我旁边的朋友伙伴啊 就 怎么突然 讲个电话就坐在地上 我是真的腿软坐在地上 因为那个时候时间非常的不够 已经都进场了 对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应该已经要进行鸦片了 对 快要鸦片了 因为我们要追上那个时间 所以我整个人就是冷汗直流 已经要鸦片了 就坐在那个 路会场的地上 你真的不用担心 我跟Hash都算好时间 怎么样可以 我有找很多人 后来我就打给马莎了 对 原来你们有先讲 有没有先讲好 对 害他 我这是腿软 我这是腿软 白腿软了 突然也没有提起 真的会满腿软的 因为以为已经要进场鸦片了 蛤 什么歌词要改 他们这样 整个歌都改了 整个歌都改了 对 整个歌都重弄 对 好 没关系 一切的惊险 最后发现都是值得的 对 好 今天的来宾是 吴月天玛莎 还有策展人方旭中 我们在聊这场 现在正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展出的小花计画 查无此人 这总共有十一组音乐人跟艺术家的跨界合作 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展品 很多人进去看都看哭了 还说要二刷三刷 过去的昨日逐渐至于混合 中文字幕 sau 消失 很难很难 可以逃避 静止的一片 很难很难 不知想起 你能连 很难很难 轻易埋葬 却恋的一切 很难很难 一下就 好危险 快乐还在等 我不知道什么快乐 始终还在 但你不在的 时间坏了 躲在光线的影子里 窥视 藏在 赢快的雾里消失 很难很难 可以逃避 静止的一片 很难很难 不知想起 你能连 很难很难 轻易埋葬 轻易埋葬 却爱的一切 很难很难 一下就 我会逃避 你 我会逃避 我会逃避 很难很难 And I want you Can I lov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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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那个专辑版本 还有一个是剧场版 对剧场版的话 就是他们其实有额外录了 很多分开的声音 有念的 有环境的 有拆开的 然后豪华朗机工的阿布 然后他自己在用 他剧场式的逻辑 把它变成了一个剧场版的故事 所以在当他们设定了 用消失这个主题之后 他们用光的明跟暗 来象征离开 或者是留下来 所以他跟着光 在这个环境里面 在作品的上面 每一个人都会去感受到 离开的人 跟留在那边的画面 所以很多人会 自己掉到那个作品里面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作品并不是要给你 八分九分十分 有时候给你四分五分 其他的部分是自己去填的 所以很多人会因为 像这样子的互动跟画面 去感受到寂寞 难过或者是消失 所以我有时候在展场的外面 因为这个作品 几乎每天都在排队 因为它需要有人数控制 然后有人出来 我就看到有哽咽的 有拿面子的 所以我也相信有非常多 我们在现场不会有这么多的解释跟介绍 都是靠他们自己去感受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们自己看完之后就掉到了那个画面里面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 除了听 不管是数位或是实体专辑 一定要到现场去感受 是 豪华朗鸡公 我想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作品 应该是世大运的圣火台 还有那个花博 台中花博 大家的机械花 对对对 这是豪华朗鸡公 最近这几年比较大的案子 是 机械团队 对 但是在这次小花计划里面的这个作品 跟那些长得很不一样 对 非常不一样 是 其实我会邀请豪华朗鸡公跟娃娃 其实我自己原本的想象就是 如果当科技 当这种锐利的团队 他们就像是一根很尖的针 那娃娃很浪漫 又很温柔 又很感性 他就很像是一块很软很软的肉 所以你就想像拿一个很尖的针 去刺那个很软的地方 就会很痛 所以他们这一次真的很痛 对 就是扎到你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 没错 好那凤小月是怎么回事 我曾经有认真问过娃娃这个问题 OK 娃娃的说法 我本来想说会有一个很浪漫 或者是很悲伤的理由 他就说 没有诶 我在写歌的时候突然想到 我好像有提过要合作 我就打给他 突然梦就醒了 我的画面就 其实就是一个很直觉性的 就是娃娃认识他 然后找他一起来玩 可是这个理由 我就觉得放在娃娃身上好合理 就是突然从屋里头 所以我忽然想到什么 想做什么 我就这样 就没想到 像我自己的感受是 我觉得因为风小月 他有受过戏剧的训练 他其实他讲话跟音乐的呈现 真的会有画面 对 真的 真的很有画面感 一点都不错 好 今天我们跟马莎 还有方旭中 在聊这张合集 以及现在正在台北当代艺术馆 展出的 茶屋次人小花计划展 这是阿信的作品 阿信其实这是翻唱 也是翻唱歌 是 然后 因为他很早就答应了方旭中 好 对 对 我还是要讲出来 对 很早就答应了方旭中 可是这几年 就是 但是因为前一 那时候那一阵子 我们大家还在忙着 巡回的事情 然后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 这样子 然后他一听到 他算是比较晚交的作品 然后 他怎么可能早交 他永远都是最晚交 对 他永远是最后一个 然后我给他听过其他人的作品 我说好 你可以写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 这样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其实都有一点点实验性 你不用有压力 你不需要单什么 什么销售的票房或什么 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 结果没想到我给他听了之后 他后来压力更大 对 对 他后来反而觉得他写不出来这样子 惨了惨了 所以他才会问大家说 就是就是 有没有哪首歌 一天我有看到 对 大家觉得很经典的歌 然后比较没有人知道的歌 然后像翻唱这样子 对 可是他后来找了扎尼重新编曲这样子 然后本来编了一个很洒勾学的版本 很有orchestra这样子很大的版本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又再给他听一次 就是其他人专辑做的东西 然后说哇 大家都这么清淡 好文青哦 怎么办 我这样子搞得我好像很像 不到KTV唱都很不爽这样 你一下子变得土豪起来 对 然后因为又加上跟明和电机要合作 对 我需要在音乐上让出一些空间给明和电机这样 所以他后来又重新再弄了一个版本 然后就是现在说在唱片里头的 这个比较acoustic的版本 了解 对 他比较少有这样子的唱试 对 阿信的这一组作品是和明和电机的合作 做出来的是一系列跟日本的文库本 一样尺寸的迷你乐器 对 然后这些乐器是真的会发出声音来的 是真的可以使用的 因为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分成两个萤幕 一个萤幕个stereo的声音 是阿信的这一首歌 然后另外一边萤幕的声音 就是纯粹只有明和电机的社长 自己录制 跟着这首歌录制这些声音 然后两边同时播放的时候 你就可以站在中间听到 同时听到阿信的vocal 还有这边的乐器 然后以及明和电机的乐器 所有的乐器 它有 优客 乌克利利 然后三脚铁或笛子 这些用文库本做成的乐器 然后跟这首歌 combine在一块 了解 了解 所以要听到那样的版本 必须去展场现场 是 才有办法体会到 对 我们来听完这首歌 就是五月天阿信演唱 他的原曲是谁 中校界 哦 对 所以他的旋律 刚好有些日本的味道 然后刚好 刚好这个 这个 跟明和电机合作 那些五声音节 他们刚好也蛮熟这首歌的 是 所以他们演奏起来 其实蛮有趣的 然后中间有很有趣的一点是 因为那些 明和电机的乐器 其实是很简单的乐器 所以他其实不是真正的乐器 所以皮曲都会有一点点歪歪的 是 所以我们还是有帮他们 做了一些后制 还是要tune一下 还是要tune一下 这首歌叫做 隐形的纪念 我们听完这首歌 下一段节目 还有很多厉害的作品 要跟大家慢慢的说 有很多的故事要分享 千万不要转台 也许多的故事要分享 你现在收听的是原住民族广播电台 阿里亚96.3 我是你的好朋友 谢谢阵听 阿里亚 周六点三 阿里亚一起唱 没有见不到的演唱 阿里亚 欧海洋 美好是很遥远你的笑 耳朵借我 马世芳制作主持 今天和我回家 我最亲爱的朋友 唱会以为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孩子并不喜欢 深夜蝴蝶一路跟随 他发现就算小路蜿蜒 也有直行的美 事情就发生在他 脱离影子的那一天 他狂张双手 向往会熟悉的地面 他在风中遇到尘埃 尘埃要他今晚好好睡 才会在陌生之中 隐形发现 当穿越阳暗丛林 才发现那只是花园 的心情平静 不用说话 不用说谎 事情就发生在他 脱离影子的那一天 他狂张双手 向往会熟悉的地面 他在楼上的夜庄庄 发现石头平不渺小 伟大与平凡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和他在楼上的夜庄庄庄 和他很靠的那只海鸥 在这夜观和他分享 话题还是围绕 那老船长 那老船长 小军长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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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其语 这首歌叫做鹿啊 动物的那个鹿来自告五人 他们收录在小花计划 茶无词人这张合集里面的作品 欢迎回到FM96.3 阿利亚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耳朵界 我节目 我是马师芳 今天的来宾是策展人方旭中 还有我约田玛莎 他是这张合集的统组制作人 也是此展览的音乐总监 告五人的这首歌 他们去年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 有现场 我们有放了这首歌 这是他们很早的一首作品 我当时听的就好喜欢哦 终于有了正式录音本 对 可是我记得当时 我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还记得有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 对 然后一个是走路的路 马路的路 对 一个是有角的路 有角的路 对 然后有一个是他们 这个我们现在用的版本是 他们比较早之前录的 对 然后他们后来有在录一个 就是录音跟精致一些些 对 然后词也改了一些些 所以他其实这个会听起来像前音 然后另外那个version听起来会像后果 对 对 可是后来我们收了前音 其实我是还蛮想两个都收的 对 一开始版本有这样想 可是后来塞不太进去 塞不下了 对 必须有所取舍 是 对 是 好 高五人是去年非常受注目的一支新兴的独立乐队 然后他们去年办了很成功的演唱会 对 出了很棒的EP 我们都在等他们的新专辑 对 很棒 那这次他们合作的这个作品 又是环绕什么样的概念去发展出来的 许章要不要稍微帮我们讲解一下 其实我认识他们的时候 跟现在的感觉不太一样 因为当时我是听了哈密瓜 没错 因为我很喜欢哈密瓜这首歌 大家有点无厘头 有点碎碎念 是 而且那时候我跟那个主张他们在聊 他说会写哈密瓜是因为有一次去 他们去看展览 然后就看一看 就看到有那个三姑六婆在旁边也跟着看 后来他们在讨论的画面 他就说感觉好像他们在买菜 有有有 他们有说过这一段 就取了哈密瓜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太好笑了 对 那背后有一种不爽 对 就是有一种无理 忽然无名火从心中冒起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给拜什么东西 不然你要不要吃个哈密瓜 对 很妙很妙 所以在邀请他们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想象 因为其实都是从歌来了解人 是是是 后来他们反而在分享的时候 他们提到说其实 当离开家乡的时候 反而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在这一次的音乐上面 他们的确会有一些 比如说关于他们离开家 或者是希望给予自己更多的能量 对一些油脂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让我在听他们歌的时候 开始有一种不同的层次出来 对啊 告五人跟宜兰是有很深的牵连的 对对对对 那跟他们合作的这位艺术家吴仲伦 整个设计的概念 他其实是从一个 因为在宜兰的 他们很喜欢去一个地方 嗯 然后那个地方 他永远都是充满了雾气 水气 很潮湿 但是他们没事就喜欢带朋友去那边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对于那首歌跟对家里的想象 是有一点潮湿 但又很优美跟自在 是一种让人舒服的潮湿 对对对 结果刚好 呃 那个艺术家吴仲伦 他自己 他的老家 他们家是浓跟甜的 嗯 所以他就想象说 他们老家也是很潮湿 但是那个家 嗯 他很残破 但是他还在那边 等你回去 哦 对 所以他这次的作品是 从可怜里面找到可爱 对 这个可爱就是 你站在这个作品前面的时候 他会开始顺时针运转 是 那他运转的时候会发出 嘎嘎嘎嘎的声音 嗯 然后这些结构会随着音乐转动 嗯嗯 但是他永远都不会倒 嗯 他还站在那边不停的转动 他在转的时候你会一直觉得 快倒了 他快垮了这样 哦 其实他还 他就是不会垮 嗯 哦 对 所以我觉得那就是 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个家 对于记忆的一个想象 嗯 他依然在那边 是 站着 是是是 除了参与有贡献音乐作品的这些歌手跟思绪作者之外 还有一些串场的录音 有一些很有趣的段落 对 嗯 我们刚听了专辑开场的空号 嗯 对 我爱你一生一世 很老派 改歌名 非常老派 还有几段是找了不同的特别来宾 对 录了几段话 嗯 对 呃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一段 这是一个一分钟的片段 对 这一段的标题叫做谜语 这个人的声音是谁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哦 就是说什么是家是吧 就是这样一个说法 嗯 什么是家 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 她这一辈子玩的第一个谜语 是这样的 叫做天空一个晚 下雨下不满 我们大家一起猜那是什么 答案叫做鸟窝 哦 那下 下雨下不满 永远可以是一个存在小鸟窗睡觉的地方 家就是一个永远的一个空间 它已经变成抽象的一个字 摸不着 它永远在 它已经接近了一种 每个人的心中那种信仰 想到家的时候 其实没想起一个房子 想起一个心中永远需要 靠着的一个地方 永远可以回去的一个地方 它可能没有形状 有的人都已经失去了内心 但它就是一个 内心里永远存在的东西 它就是家 听得出来这个声音是谁吗 这是金世杰叔叔的声音 金世杰是序中的长辈 对不对 你家族的长辈 是你的舅舅 对是我亲舅舅 二舅舅 二舅舅 好 金世杰也算看着我长大的长辈 你看着我从神 然后他看着你这样 真的真的 我认识金世杰 我要叫他一声叔叔 就是他还在混蓝铃剧坊的时候 对 是那么那么早的时候 我小时候跟着我爸妈看过一些 现在想起来蛮何珠新配 我应该是有去看 他写的第一个剧本 对 他自己 那好久了 何珠新配 这个真的是 但刚刚那一段 听起来是用手机 远端通话的时候 录下来的声音 他其实这个是我们在第一年 小花第一年的时候 他跟着我们一起回到共和新村去做的记录 然后这个声音其实是在我们拍摄的时候 我们请他讲一段 然后他就讲了一个谜语 这个谜语是我外婆跟他讲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记忆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跟话语 是从一个一个传下来 一个一个传下来 然后传到我舅舅传给我们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把它变成作品 传给很多很多人 所以也许大家以后就会记得 有一个像这样的故事是从哪里听来的 其实那个时候这一段金世杰老师的录音是 我跟方许中说 我觉得除了音乐之外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声音是 他一说话 我们就会知道是谁 然后他会 他讲的内容是有渲染力的 然后是会给我们一个安定的感觉跟力量 那我们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金世杰老师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就是奶茶 是 对 那我一直叫他说 你再去跟你舅舅再好好的聊一次天 不管聊什么 你拿回来我们再来剪这样子 结果 他就丢给我很久以前这一段 他说他不要再去跟他聊了 我没有自动不是这样讲 时间来不及 没有我说没有比这一段更好的 对啦 其实也没有比这一段更好 可是因为那个录音的跨地很差 所以处理蛮久的 然后因为那时候在安排曲序的时候 我觉得 他的声音好像很适合放在 某一 我本来想放在最开头这样子 可是我中间的确后来拍歌序的时候 就发现放在高伍仁的前面 但他讲完这个 这个话 然后接着高伍仁这首歌的时候 我会觉得是整个很一体的 很顺利成长的 所以我只有大概剪接了 就是高伍仁的前奏 是 对 然后让他讲完这段话 可以很smooth的进到 高伍仁的那首歌里头去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 就整个在那个情绪里面就对了 对 这样的安排 聆听上面去 哇就打开来的感觉 对 对 真的是打开 所以除了金世杰的另外一位 现身的嘉宾是奶茶刘若英 是 他也录了一段话 这段话大概一分半钟 我们也来听一下好了 这是奶茶的声音 这个背景有点杂趣 有那个录音在 我一开始 就生完 生完小朋友以后 大年以后 我就开始做巡回演唱会 那虽然每一个礼拜 只是出去两个晚上 几乎是尽量在48小时之内 就会回到他的身边 但现在回头想一想 觉得 好像每一分钟 对我而言都是很珍惜的 所以 如果再回到过去 我可能会带着他 一起去每一个巡回演唱会吧 或者就 就就就先不做了 对 虽然 虽然在做演唱会的时候 我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感 我自己很喜欢 但是 对 我还是觉得那一年的 每一个礼拜 五礼拜六晚上 嗯 有点遗憾 是啊 遗憾 就是遗憾 遗憾就已经是遗憾了 那能够 怎么办呢 我想人生就是遗憾的艺术 尤其是我所从事的工作吧 但也许都是因为那些遗憾 所以 当下是如此的珍贵跟唯一 那 如果你问我 那遗憾了都遗憾了 我觉得那个只是 越来越让我更加珍惜 每一个moment 每一个瞬间 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不遗憾 在这时候就进阶了 佳佳的回家 那中间有那个像录音带倒带的声音 对 那个也是我故意剪进去的 现在不太会用这个录音带 真的去录音 那是 所以你跟奶茶是怎样 你说我们要 其实这段也不是我去跟她聊 应该也是她跟 她其实 奶姐她在前几年的小花 我们就有了接触 其实我有帮她设计过专辑 那在专辑发想的时候 其实就有聊到小花计划 所以那个时候她就 我还记得她买了披萨来找我聊天 然后你录下来的 没有 不是那时候录的啦 只是那时候她跟我讲了很多她家里面的故事 比如说因为她们家以前好像也是外甥 对 她爸爸是讲的 对对对 然后她说她也想要去记录一些 那个时候的一些音乐跟画面 所以她有在发想关于戏剧类型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表现 或是剧本 所以在这一次当然是想说有机会可以邀请乃杰然后来进行参与 所以她在这一次的现场她会有点像是在前面四个作品结束之后要进入到大展间的一个过门 转场 对一个转场就是让你的心境借由一个声音去消化一下刚刚看到的情绪 然后再进入到一个最大的空间 所以她的作品其实在实体的展场跟专辑里面都还是一个巧妙的角色 对 说到这次展览的空间设计 因为台北当时在艺术馆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场观 对其实那时候真的讨论蛮久 尤其是在声音 因为其实在如果我们想要每一个作品都能够拥有很丰沛的音乐表现 但是又不影响隔壁 或者是整体情绪的话 在这一次所以我们在前面的四个作品里面 是使用小房间的环境音或者是耳机 但是大展间的话 你一进去会是一个压迫感很重的一个安静的空间 所以你会想说这个展览明明就在讲音乐 为什么会有压迫感而且这么的安静 是因为我们在大展间里面运用了 把耳机当做诱饵 我们从四米七的天花板垂下来大概五六十只耳机 这些耳机都跟作品产生了一式的包围性 它的远它的近它的圆形还是平行 都会让听的人去拿到耳机之后排出了他们所谓的人体隔间 所以大展间里面我们这次没有用到很多耗材 而是用人的行为来变成聆听音乐的方式 这真的很酷 因为当人站进去每个人把耳机戴上的时候 自然就形成了一个结构体 马莎在布展完成第一次进去整个看完一圈的时候 那个时候感觉是怎么样 你还记得 我其实那时候整个一个很rush 我有点忘记 我只记得在布展的过程中 那两天 我觉得像这样的展是第一次 通常在布展的时候 大家会很在乎视觉的效果 会应该会是什么 看到的呈现是什么 可是因为音乐是这个展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在布展的那两天的时候 我还特别充趣 因为我后来觉得 当你在看一个作品的时候 耳机里面你所听到的音乐的音量跟音质 是不是你要求的 我觉得那个是蛮重要的 是不是给听众听到最好的 我觉得那样才对得起那些音乐创作者 然后他们在现场 要足够的音量跟音压 你才有办法用音乐 把自己跟这个世界隔开来 然后进入自己的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我那时候还记得从大展间开始 然后每一个耳机 然后每一个MP3什么不管 后来还换档案换成Wave档这样子 还换了Player这样子 然后就为了音质 然后音量要调到多少 然后跟所有人说 就固定下来这个就是音量 就每天开机确定这个音量 这个事情就是音乐总监要干的活 重低音 就比如说像现在强哥的这一间 那时候的喇叭并没有中低音 可是我那时候听到 没有中低音这个很不对 这个音乐的power就没有出来 所以还特别从别的地方掉了中低音 然后掉了中低音之后 你还得想办法把它藏起来 不要被发现 然后你音量得开到多大 又不会影响到隔壁 所以那时候其实瞧了很久 是是是 对 可是我 其实我一直到今天 我跟方句中回到那边之后 我才是真的正式第一次 就是整个布完之后 第一次整个走完一次 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观展者的身份 有啦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我至少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 我不会对不起这些音乐创作者 就是他们的作品有被好好的呈现出来 每一个都有 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一组作品 我们要先听一段过场 这个过场的声音是这样的 20秒的一段声音 这个又是什么号码 对这也是时代的眼泪 数据机的得声 好 这个 我想现在记得这个声音的人 应该年纪至少要 40 40吗 至少35以上 35以上 35以上 对 好 接下来就介入下面这首歌 是 就是林强的台湾喜好所在 然后他是跟徐志远 这位音乐人一起合作的作品 所以刚刚那个号码 也是有 没没没 彩蛋吗 没没没 那是你家电话吗 没没没 那是网路版权使用的 好好好 那我就放心了 那个没有特定的好吗 没有没有 这个没有了 好 这个作品很有趣 就是台湾喜好所在 首先要说的是 林强跟徐志远的这一组音乐人的合作 他们各自做了什么事情 这是专辑里面 实验情很强的一首作品 对 当初我在讨论的时候 跟马莎 还有陈永之在讨论 其实 翔哥会 会加入 其实我们蛮一致通过的 就是在一开始 就想邀请 是 因为对我们来说 其实 翔哥的 用战狗 的确是带给我们很多的 不同的能量 在里面的时代的记忆 然后 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因为那张专辑离开家 是的 然后在台北车站 然后 想要到台北打拼 对 所以 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的开会 然后我看到翔哥 的 我真的就被按到了那个按钮 就是按下去就说 翔哥你好 我真的从小听你的歌长大 就是粉丝的入门第一句话 就我就被按到那个按钮 就这样讲 马莎你现在应该常常听到这句话吧 很讨厌听到这句话 对啊 我就想说我到时候 谁跟你长大 OK 对 然后后来其实在聊天的过程里面 才会发现 其实翔哥也很想跟那个时候 他自己 还有他的生活环境对话 做一些区隔 对就是他可以有一些对话 有一些对话 那也许可以利用像这一次的音乐创作 对 不管是他合作的对象 他合作对象也是很年轻 是 然后是一个在法国的一个台湾导演 叫黄邦权 所以你看 他也愿意用一个很年轻的视觉影像 来跟他共同产生作品 所以他好像就是不断的在这种新旧冲突里面 去找到融洽的方式 所以在这一次的音乐其实是先丢了一个题目给黄邦权 让他在发响的时候先回到嘉义的一个小村庄 因为这个村庄是一个画家叫蔡孟昌的故乡 他们在这一次去记录了蔡孟昌的一些家乡的画面 然后是用那个 Super 8的底片机来拍摄 所以整个里面的一个环场投影就是用一个底片一直在快速的消失 但是这些画面就是这么的日常 很写实的他一直在留一直在留一直在留 但是他的后面你回头看 确实是那个画家蔡孟昌 他去记录的这些不起眼的角落 他可能花很久很久的时间才去画了一张油画 两张三张 可是这些画面你平常看都不会看 但是这是一种很冲突的 就是你在不停的流失这些日常 但是我们却还有更多的人 在用很多的时间在记录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然后再搭配像这种清旧融合的声音 所以这一组反而是先想出方向 然后去用影像做完记录之后 强哥他们才丢出音乐 他的先后顺序其实很好玩 所以这次的这个作品的合作 黄邦权去用这个一种上一个世代的记录方式 去记录了画家蔡孟昌的作画的过程 到了嘉义的老家 然后他们就像做电影配乐一样 没错 把这个概念的声音执行出来 做出了很厉害的这样的一段音乐 我们来听一段这首由林强跟许志远合作的 台湾是好所在 我们还是可以分辨得出来林强的歌声在这里面 当然这个离向前讲实在林强 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遥远了 但是真的林强是我到现在还是很佩服的 我觉得他境界越来越高 是 就是一个音乐人 网站之神 中文让人开交界最后 给你 COME 在前黄邦权貽 рас联系面 当心多次满航吧 还是 全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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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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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做参与的话 他会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分享 结果没想到我们在聊天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发现说 他就像现在年轻人 就算我现在生活过得没有很富裕 但是我会让自己看起来是很漂亮 然后很自在的 我很有自信 所以从他的音乐 还有他的MV 从他的想象 其实就是一个 我是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不会让你看到我其实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我好像很开心 所以我们就聊到说 好像其实在很多的地方 甚至是音乐呈现 都有像这样子的 比如说美国的喜哈文化 他们可能就会让自己可能有项链啊 或是一定要有一些 泳池的拉梅 漂亮的 对 但就算他们的生活过得再不好 他们还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是很有自信 人站出来要撑头啦 对 然后我们就想到说 其实英雄他们生长的地方 其实周围有很多民间的习俗的传统记忆 他就提到说 其实像纸扎 这个很特别 像在庙啊 会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当想到纸扎 我们就想到纸扎都会是 我们要传送一些祝福 给一些亲人 给一些祖先或者是神明好了 我们都要烧 烧很棒的东西 烧豪宅 宾室 iphone iphone 要要要 对就是这些很 甚至劳力士这样 我们都要烧 那这些烧其实就是一种祝福嘛 我们要把好的东西祝福给对方 然后英雄就说 对啊 这个就好像我们在 现在在写音乐 我们把音乐写完之后 都要上传到云端 我们都在网上送 是 对很可爱 他提出这个联想实在太有趣了 我觉得太有趣了 上传到云端 我们可不是吗 烧纸扎房子也是上传到云端 我们那时候也是 就是早期唱片做完 也是要烧成CD 对对对 就是我烧 烧给那个对方这样 所以他这个举例反而让 那种纸扎这件事情变得很有趣 因为其实有前无后就是以前在做那个防纸的纸扎的时候 就是后面都是不做 因为他的象征就是我们要往前看 对 不能往后 是 但在这一次呢 我们特别用了有前无后 但是我们有前也有后 是因为当如果每一次的聚集 亲人的回来都是因为啊 有人离开了你们才会回来 这是一件很哀伤的事情 所以就想说如果我们的聚集不再只是为了有人离开 而是快乐的 所以在这一次的那个房子后面是一个夜店 做成夜店的样子 对是一个夜店 很酷的夜店 所以大家就会听着开心的音乐 虽然他的乐器还是用传统的吧 而且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英红他去念那个鼓调 就是以前他们在烧的时候会有几个对联 是 这一次特别去找到那个清新虎子的师傅 然后请他来念 然后传了语音档给英红 所以英红就是用他的方式来做一个vocal 哦 的收集在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把新旧撞在一起 然后夜店的部分我们就找到齐震涵跟佳犬 因为他们对于服饰对于视觉 是很有一种新潮的逻辑感 所以把新旧不管是视觉跟音乐 还有文化上面都做一个重新的捏合 所以夜店部分就是让齐震涵跟李佳犬 对对 去打造的 对 了解 所以这件作品由李英红来处理 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元素 其实全部统合在这样的音乐里面 听起来还蛮合理的 对 如果你真的看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更合理 是 而且会 那个视觉的乐趣很强大 就是正面 然后你会觉得 小时候正面也有种乐趣 可是背面的时候 你真的会不自主地笑出来 对 有前无后 李英红的作品 英红做这首曲子应该也很有成就感 这是他自我突破的又一次跳跃 对 这首曲子应该是 他自我突破的又一次跳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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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